咔嚓 咔嚓 脆皮燒肉真好吃 但是做法真的好複雜 沒關係 今天我來整理出重點 並且用新舊兩種方式來烤看看脆皮燒肉吧 歡迎收看克里斯餐桌 我是Chris R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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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節目由美尚雅贊助播出 Rat 我們先破除氣炸這個神奇的字眼 廚房裡會發生的導熱方式會有三種 第一個就是熱傳導 那我們爐火加熱鍋子 熱鍋金熟肉的表面 肉從外面熟到裡面 第二個熱對流 熱能以液體 氣體 油這些讓食材加熱的都算是 上述這兩種都是最常見的加熱方式 第三個熱輻射 我們常見的烤箱加熱管發出的熱能 或者是燒烤都屬於熱輻射 而油炸就是屬於比較高效率的熱對流方式 那麼我們把高溫的空氣對流加強就成了氣炸 所以氣炸鍋就是把烤箱的旋風功能做的加強版 實現了不用油炸也能高效率的加熱食材 那綜合上述 氣炸烤箱那一波便發生了三種加熱方式 加熱管的熱輻射讓食材表面加熱 加強的熱對流讓食材表面加熱效率提高 食材表面的溫度 經由熱傳導進到內部加熱 然後時代的推進 現在美三亞把微波功能也整合進去了 我們都知道微波的作用是把水分子摩擦加熱 可以把食材從內部加熱變熟 那加上氣炸的高溫旋風 可以增加梅納反應的效率 那這讓料理有更多的可能性 至於美三亞附的配件 這種烤箱是特殊設計 是可以進微波爐的 所以各位沒事不要把其他金屬放進微波爐 回歸重點 今天要做的脆皮燒肉 用這個美三亞的氣炸烤箱 是不是可以增加我的工作效率 快速達到肉有熟 皮有脆 走吧 脆皮燒肉要用到的部位是豬五花 規格上盡量是3-4指幅寬會比較好操作 大約6-8公分 長度不居 回家依照份量或鍋子大小分切就好 我選用這種長寬是為了配合家用小烤箱 寬一點會比較好站立 你們應該看過外面賣的脆皮燒肉 基本上都是一大張 根本不用考慮長寬的問題 那想要客製化規格 就得到傳統市場買喔 可以跟阿姨說你要做脆皮燒肉的 一條兩斤不要切斷 大概就會像畫面中那樣子 放心啦 阿姨都很內行 聽你講兩句就能切出你要的樣子 那看到我跟內行 走到門口就知道我要買什麼 至於買回家後我一定會發現 肉有高低落差喔 將這粒在烤箱裡面肯定會東倒西歪 別擔心 只要稍微修整一下就好 那修這個肉其實沒什麼技巧啦 只是把太高的地方修掉就好 找個縫隙下刀就可以了 重點是要取個平均值 讓刀子平穩的推拉過去 把肉修整齊就好了 如果你沒有像我這種細長的筋影的話 一般其他任何刀子都可以 只要耐心的慢慢修就好 但是要小心留意保留手指的最大數量喔 好啦修起來的部分其實都是帶筋帶骨的 這些煮湯都超讚的 你看尤其這個帶軟骨的 煮個歐煉湯一定是極品 那至於要修多厚是沒有一定啦 只是要讓它好站立而已 像我這一條其實也好像修太多了 不過沒差 有豬皮就好啊 豬皮不能亡 那接下來長度就是依照你的份量啊 還有鍋子大小 這邊就沒什麼好建議的喔 請各位自己拿捏吧 由於脆皮燒肉的工作比較繁複一點 我把我這陣子所學的心得歸納整理出重點 先做個勤前教育給各位參考 這樣待會後面的內容會比較好消化 要讓這層豬皮變酥脆 有兩件事很重要 第一個改變質地 第二個去除水分 要把這層又厚又緊實的豬皮變得鬆軟 才能順利炸裂成脆皮 把豬皮的水分脫乾 溫度才能拉高 加速沒那反應 準備盆冰水 待會我們汆燙後要馬上降溫 會比較好操作 如於目標只是要把豬皮燙軟而已 所以我會建議用平底鍋就好 而且瘦肉部分燙太熟也不好入味 不過這都是小事而已 如果你也用平底鍋的話 就準備一個蒸容架吧 早放進鍋底墊著 這可以防止豬皮直接觸底 沒有的話放幾根筷子也可以啦 豬皮朝下直接下鍋吧 水為了高低 只要醃過豬皮就好了自己拿捏 要讓豬皮均勻炸開 我們得先改變它的質地 豬皮生的狀態啊 我們剛剛摸過就知道了 又厚又韌 所以我們得先把它燙軟 這樣才有延展空間能炸裂 再來 燙軟後也能順利穿刺 栽豬皮表面製造出許多孔洞 一來能讓水分容易釋出 還能讓油脂容易逼出來 維持小滾大約10分鐘 再過來檢查看看吧 那穿刺的工具一般常見的 就是這些竹籤鐵叉跟叉子 那叉子不見得適合 因為有些叉叉為了安全性 末端其實很鈍喔 根本沒有穿刺能力 頂多拿來捲面而已 那像我家這個還算減啦 最經濟實惠的還是這個竹籤喔 抓一把香皮筋捆起來就可以用了 所以真的不要為了做那一兩次脆皮燒肉 就去買營業用的斷筋刀喔 相信我那絕對會變成你最廢的廚具之一 那這種不鏽鋼肉叉也不見得好用 因為它出產的銳利度 其實跟剛剛的叉叉差不多 你們現在看到的是 我用黃底跟絲上底打磨過的喔 所以我也不推 除非你吃跑太鹹 而且它價格不便宜 點多就是讓你提升串烤的質感 還有清潔性方便而已 10分鐘後我們來測試看看 豬皮的柔軟度 從側面觀察 叉子叉入的程度 可以發現我們很輕易 就可以穿透整層豬皮的喔 這樣自己拿起來測試才知道 大約10到12分鐘你就可以試看看了 總之就是一定要燙軟 確認可以輕易穿透 接著馬上丟進冰水降溫 不要泡太久 盡量不要超過1分鐘 不然豬皮會變得很緊實 會妨礙到你待會的工作 降溫後的豬肉撈起來 不要燙手就可以了 跟剛剛熱水中的狀態比起來 降溫後的豬皮會稍微有一點緊實感 不過對穿刺是沒有造成阻礙 這樣我們汆燙軟化的工作就確認完成了 接下來是去角質 準備一把刀 大小銳利度不拒 在豬皮表面輕輕刮 C 老廢的角質就被你刮起來了 這是真的喔 要讓豬皮變得鬆軟Q彈 就得先幫它去角質 恢復少女般的肌膚 這樣待會會更容易刺穿 水分更容易刺出 而且不管你稍後要上醋酒 小蘇打還是鹽 都比較容易穿透 幸運的是我們不用幫它上果酸去角質 採用物理攻擊就好 那麼是不是我燙越軟越好操作呢 其實也不一定喔 這反而很容易把豬皮弄破 對爆皮的幫助盡人監製啦 我節目最後會實驗給各位看 C Q彈端端的少女肌膚完成啦 接下來可以安心搓洞啦 是搓豬皮喔 搓豬皮不是在表面輕輕搓幾下而已喔 要確認有穿透 第一次不知道的話 你可以在叉子表面做個記號看看擦多深 像這樣有達繞深度就好了 邊邊跟角落要放慢速度 避免擦到手 不要小看竹籤喔 太快擦到手是很爽的 如果你家裡烤箱或鍋子夠大的話 你也可以切大塊一點 這樣子會比較好操作 如果肉夠大塊的話 就可以放心的在上面狂擦猛擦 把工作的壓力都放卸在肉身上 所以這邊可以看得出來 我壓力多大了吧 全部擦完可以再拿刀子稍微循一下 可以稍微收穫到一點點角質 至於用完的竹籤不用急著丟喔 用清水把肉切刷乾淨 用個袋子裝起來放冷凍 下次直接拿出來用就好 那肉的調味部分其實不是那麼重要 我這邊提供我比較喜歡的方法 因為它跟皮脆不脆一點關係都沒有 只是個人喜好的味道而已 各位在其他地方看到的食譜 都可以嘗試看看喔 那我這邊就挑比較特別的出來講就好 像這個十三香 這其實跟一般的五香味道有點重疊到 但是它的八角味就沒這麼濃 而且整體香味比較有層次 但是如果你手邊真的只有五香粉的話 那就斟酌用量不用太多 那這個煙燻紅椒粉 我在很多燒烤類的東西都喜歡加一點點 它會天真一點煙燻的風味 但是一樣用料不要太多 不然會煙冰奪主 這個不好買 如果找不到就算了 算的意思就是 不要加 不要為了這個問題 大半夜視訊我 人生沒那麼難 要讓豬皮的質地改變呢 這常見的方法都可以嘗試看看 有小酥打粉 醋 酒 鹽 小酥打粉會有點苦味 我個人不太喜歡啦 那麼醋有些人喜歡 有些人不喜歡 因為醋有一種醋味 那我個人滿愛吃酸的 對高粱風味也不排斥 所以這次我兩個都加 那不論如何 鹽是一定會加的 因為脫水是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那當然有些人也是什麼都不加 只加鹽而已 各位可以點擊右上角看一下 徐大叔之前做的影片 他把每一種方式都實驗給各位看了 來調一個肉的醃料 我這個比例不拘啦 我只是大概秤一下給各位參考而已 如果你們真的想要比例的話 那我主要還是用財富自由的蠔油來調味 那燒辛酒不要太多 它提升一個香味就好了 不然會很重 然後第二個重點是蒜頭要多 我這邊用的是乾皺的香蒜粒 這邊你要用生的蒜頭啊 蔥啊都沒關係 隨意個人發揮 然後再放13香啊 還有煙燻紅椒粉的時候要注意用量 一邊調一邊試 不要讓味道太突出就好 一樣我會在最後寫個大概的比例給各位參考 好啦 煙肉有個重點 一隻手抓肉 一隻手抓煙料 盡可能的小心的把煙料塗在肉表面就好 因為如果塗到皮啊 你在長時間燒烤過程 皮一定會燒焦 塗好的肉朝下放在生盤裡面 我們這種家用版肉切比較小塊 所以在塗煙料的過程就顯得麻煩一點 好啦 煙料都塗完了 那醃料好像有點緊繃喔 不過沒關係 剛剛好就好 只是要香氣而已 我不小心沾到皮的話 記得把它擦掉喔 拿一個小碗到一點醋 還有一點高粱 大概1比1就好了 拿一個刷子把酒醋刷在皮表面 盡可能不要滴到下面啊 但是滴到也沒關係 反正就添增一個風味而已 多多益散 那在一邊刷的過程 你會看到剛剛刷的豬皮表面 會慢慢的乾掉滲透 這時候你再回過頭來刷一輪就好了 等於你刷個兩次 如果滲透太慢表面太濕的話 可以放進冰箱10分鐘再觀察看看 淡的話再繼續刷 最後在表面灑一層鹽 剛剛刷的酒醋是要改變質地的 但這個鹽是要幫助脫水的 順便增加點鹹味 灑上去沒多久 你就會發現表面開始滲水了喔 脫水需要很多時間 但畢竟這盤肉還是生的 所以我們得放進冰箱讓它慢慢脫水 這邊再喬一下位置 把肉擠過來 把旁邊的空隙圍上保鮮膜 因為我只是要讓皮脫水 不希望肉太乾 所以加減做一點防護措施啦 好啦就這樣放進冰箱風乾吧 經過24小時後 可以看到表面的水分都乾了 其實很多食譜會建議你放兩天 我也覺得兩天的狀態比較好 但是肉在你家這個小冰箱 沒有蓋的情況下放兩天 這個味道齁 不過沒關係 就算沒有太乾 我們還是有方法 加兩塊待會要烤的 放進一個適合的容器 用電風扇吹乾吧 其實這算是一個下策喔 因為餐廳的冰箱裡面風很強 所以只要冰一天就能達到效果了 這也是為什麼很多食譜都叫你吹電風扇 大約一個小時後 明顯的皮乾很多了 但也不是說越乾越好喔 因為待會在烤的過程 要有一段時間讓豬皮回溫軟化 所以保留一點點水分 在加熱過程讓豬皮變軟是必要的 先拿第一塊上烤架 那這塊我打算用它微波吸炸的雙功能來做實驗 看是不是能達到我推論的結果 先用140度好了 先讓豬皮回溫變軟 不要太久 應該三分鐘就夠了 試看看吧 夠 嗯 果然很快喔 豬皮底下的水分馬上產生反應 才第一分鐘就產生豹皮反應了 但是也不能維持太久喔 不然我的烤箱會很精彩 好 三分鐘到 嗯 效果不錯喔 肥肉的部分出現透明感 表面的油脂也逼出來了 有達到我要的回溫效果 接下來直接開最高溫氣炸 先烤個8分鐘來觀察看看 我會把總時間再寄送給各位 怎麼總覺得肉斜斜的啊 給它插個拐杖吧 よし 嗯 這樣舒服多了 那最後我用的是氣炸尾波雙功能 140度 3分鐘 再來氣炸230度 17分鐘 成果其實不錯喔 比我想像中的快很多 而且縮短的時間肉也沒有特別焦 接下來靜置個5分鐘再來切肉吧 因為現在肉很燙壓力很大 如果直接切肉汁很快就流光了 聽聽這皮的聲音 這個又硬又脆的皮 刀刃在上面只會打滑而已 一般會建議你反過來切 從軟的地方下刀 切到底時稍微壓一下就好了 好啦 欣賞一下我們烤的成果吧 切片時如果你像這樣子滑刀 肯定會打滑很危險 你可以稍微小小的砍一下再下刀 稍微砍一下下刀 稍微砍出一個小缺口再下刀會容易許多 但是小心刀子不要拿太高喔 會有點危險 只是要小小敲一下而已 來啦 快樂的時光來了 喔 超脆的 好啦 這樣我們微波加氣炸實踐過後的脆皮燒肉就完成了 成果還不錯 比預計的時間再縮短一點 接下來看看不用微波功能直接烤要烤多久吧 好啦 第二塊我們就直接存氣炸吧 那前面我先用150度烤個5分鐘就好了 一樣先做個低溫軟化的效果 由於沒有像微波的穿透效果 所以時間拉長一點 現在低溫加熱很重要喔 因為如果瞬間溫度太高 表面已經爆皮了 變成一個堅硬的殼 底層的溫度太慢到達 就會在原地還沒有伸展的情況下 就產生變性了 吃起來就會有點黏牙 有點硬的口感 總之家用烤箱的溫度沒有商用的這麼高 加上面對這種變數比較多的料理 我們得不斷的測試跟調整 5分鐘後 嗯 真的只有回溫的效果而已 油軟就好 接下來直接拉到230度吸扎吧 時間一樣我會再統計給各位 好啦 最後總共烤了小火5分鐘 大火20分鐘給各位參考 那成果看起來也不錯 只是肉的表面稍微黑一點而已 沒關係 我們還是切看看吧 還要不錯喔 一樣漂亮又多汁 砍一下下刀 我砍一下下刀 氣肉的時間最療癒 欸 更正喔 試吃的時間最療癒 喔 一樣酥脆 讚 好啦 蠢氣炸版的也完成了喔 其實成果一樣好吃 只是時間上的長短而已 那這次實驗結果我也發現 微波加氣炸真的可以讓料理時間縮短喔 算是一個不錯的發現 給各位參考看看吧 這就是我剛說過要燙比較久的版本 這個我燙了20分鐘 看起來爆皮的程度有好那麼一丟丟 可能是豬皮燙的更軟 餃子去的比較多的關係 總之我們還是切來吃看看成果吧 嗯 一樣很酥脆好吃喔 雖然說皮比較膨脹一點 但是我實際想吃起來覺得酥脆的程度是差不多的 這部分就留給有興趣的朋友慢慢玩吧 自己喜歡吃比較重要 那關於五花肉的吃法 我都喜歡沾蒜頭加醋 非常簡單鋪實的吃法 只要蒜末加點白醋就好了 我曾在北婆老街吃到的客家鹹豬肉 就是這樣子沾 這個我意思就愛上 因為肥肉沾著白醋吃整個就很解膩 好久不見 哈囉大家好我是Chris 快加入我的粉專跟Instagram 跟我們分享你的生活大小事吧 不要緊湊